各位小朋友好 今天要講的是 是認識多錦觀描寫的觀察及寫作方法一 形狀一 陳龍馬就來了個短訊 他就說 今天上中文課 李老師帶了很多生果和蔬果 我陳龍馬 你說錯了吧 為什麼你覺得我說錯呢 上中文課的時候 怎麼會帶了很多生果和蔬菜呢 不是吧 老師真的有的 他還 每位同學派一個生果 或者一棵菜 咦 想加正課嗎 教做雜果沙律 我們沒有做雜果沙律啊 那些生果和蔬菜 是被你們帶回家嗎 不是 因為 下課的時候要交給老師的 既然下課的時候要交給他 為什麼他還要跟每位同學派生果蔬菜呢 因為 因為他要每位同學都跟他報告 報告些什麼呢 報告收到的生果蔬菜 那麼 那你老師派了什麼生果和蔬菜給你呢 是橙 那做這個報告 做這個報告很容易 一點都不容易 一點都不容易 為什麼不容易 你就是說你收到一個橙 不是那麼簡單的 不是那麼簡單的 那會有多複雜呢 他 即是你老師 首先要我們拿著生果和蔬菜 靜靜地看五分鐘 那他帶了一些很奇怪 或者稀有的生果蔬菜來嗎 不是呀 都是一些常見的生果蔬菜 哦 那你試下告訴我 有哪些生果蔬菜 例如有 蘋果 香蕉 你 土 山菜 白菜 菜 三蛋蛋 嗯 這些都是一些很常見的生果蔬菜 不用看一分鐘就可以報告啦 起初我都是這樣以為 所以他叫我們看五分鐘的時候 我有偷偷地看一下其他同學怎麼做 那你老師後來怎麼做呢 他抽問同學我是第一個要報告的 那他怎麼問呢 他就問了 你手上拿著的橙是什麼形狀的 啊 那你怎麼回答呢 那你怎麼回答呢 我就說 是圓形的 那你老師又怎麼回答呢 那你老師又怎麼回答呢 你看清楚一點 哦 哦 你說錯啦 他說 如果是細心這樣看的話 就會發覺你手上的橙不是圓形的 哦 我知道了 阿尼老師呢 要在這堂中文課 教導你們寫描寫文 之前要細心觀察一下 那下次再講啦 好啦 各位小朋友 現在呢 就要到你們做一個練習了 嘗嘗 由上面到下面細心觀察一下以下的東西 然後我講一講 他們的形狀 包括 10元硬幣 10元紙幣 一塊方包對角的前開 那你們可以嘗嘗在家裡看看有沒有這些東西 如果沒有的話 但是如果沒有呢 就可以嘗嘗上網問一下圖片 那想完之後呢 就先再看看這段片 去看看參考答案 好了 那現在就講一個參考答案 那10元硬幣 相信大家都會覺得它是圓形的 至於10元紙幣 你可以說是矩形 也可以說是長方形 然後 如果一塊方包 把它 從對角切開的話 你可以說是有兩個 三角形 好了 今天就講到這裡 拜拜